美國聯邦眾議院九號以419票贊成 零票反對 一致通過譴責中國侦察氣球 侵犯美國主權的決議案 並且要求白宮要提供更多資料 不過在此敏感的時刻 美國 英國 還有澳洲 是舉行了紅旗聯合空中軍演 並且指迷就是為了要應對中國威脅 美國聯邦眾議院以高票一致通過 譴責中國侦察氣球公然侵犯 美國主權的決議案 此案內容要求白宮就事件 提供更多資料 並呼籲行政部門積極嚇阻 外國敵對勢力侵犯美國領土或領空 決議案內容也指出 中國侦察氣球過去也曾侵犯美國領空 但這一次的時間更長 對於美國指控偵查氣球是一個橫跨五大洲監視機群的一部分 中國外交部回應是美國發動的輿論戰 我想這可能是美方對中國進行信息輿論戰的一部分 誰是世界上最大的間諜監聽監測國家 國際社會看得很清楚 在此敏感時刻 美國 英國和澳洲八號在美國內華達州的沙漠 舉行代號紅旗的聯合空中軍演 美軍清楚指出此次演習就是為了應對中國的威脅 此外美國聯邦參議院九號召開一場聽證會 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表示 中國雖然有犯台意圖 但確信二零三零年前不會對臺灣有重大侵犯 副國務卿雪曼也指出 美國需在不對稱武器能力上協助臺灣 確保臺灣擁有機動及靈活的系統 公司新聞借為留鄉編譯